真言第二章 在这章我们一起要来思考的问题是 智慧有什么益处呢? 真言这整个书卷所谈的就是智慧 那到底智慧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纯迹我的命令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 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 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在前面这五节里面讲到说 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智慧聪明呢? 就是要侧耳听,专心求,呼求扬声求 寻找他,搜求他 所以我们对待聪明智慧的态度 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被动的等着他来到 而是我们要非常的积极的去寻求他 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 所以这个智慧呢 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那么明显能够看得到 不是马上就能够明白的 所以我们称他为隐藏的 而且他是极为宝贵的 所以他是隐藏的珍宝 神智慧的言语就是圣经 好像是隐藏的珍宝 要极力的去搜求挖掘才能够得到的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具体的去搜求这隐藏的珍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多多的读圣经 好好地听讲道 多听好的教导 虚心听人对你的劝诫 当然呢 当然要劝诫你 或者是我们读经 圣灵感动我们要悔改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良药苦口吞不下去 但是呢 事实上这都是隐藏的珍宝 我们应当要虚心受教 第六节 因为耶和华四人智慧知识和聪明 都由他口而出 神的口是智慧知识和聪明的源头 指的呢 就是圣经 所以呢 我们要寻找智慧聪明 就是要从圣经当中来去寻找那隐藏的珍宝 第七节 他给政治人存留真智慧 给行为存证的人做盾牌 所以呢 我们如果能够去寻求神的话语 寻求他的智慧 我们就能够得到他作为我们的盾牌 来保护我们 第八节 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 互必前进人的道 你也必明白 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你也必明白 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其实呢 他指的就是智慧呢 会带我们到公义 还有公正 以及公平 我们看到世界的人也在追求公义 但是他们的公义 比如说 在台湾讲的什么转型公义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同意的 人的公义 其实都会偏差 唯有神才有真正的公义 第十节 智慧必入你的心 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 哇 知识是很美的 这个知识呢 就指的神真理 神的真理是很美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回答 一开始我们所问的问题 智慧到底对你有什么益处呢 第十一节开始 谋略必护卫你 聪明必保守你 要救你脱离恶道 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 行走黑暗的道 欢喜作恶 喜爱恶人的乖壁 在他们的道中弯曲 在他们的路上偏僻 第十六节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所以在这六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四个智慧带来的益处 第一个呢 就是他在十一节所说的 聪明必保守你 所以智慧是会保护你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益处呢 他能够救你脱离恶道 如果没有智慧的话 我们可能会开错路 走错道路 我们就迷失了 我们甚至落入危险当中 第三个智慧的益处就是 脱离说乖谬话的人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智慧 就没有办法分辨人说的是乖谬的话 我可能就被他给蒙骗了 第四个益处呢 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 那这益处呢 在真言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那为什么 所罗门王特别提到智慧呢 他讲到对他的儿子说 你要特别小心益处啊 那益处呢 当然在圣经里面 他有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的含义 就是在这篇真言里面所讲的 就是犯了奸淫的这个女人 要小心这样的人啊 不要去跟他勾搭 跟他在一起犯罪了 那第二个层次呢 指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层次指的呢 当然就是我们看到 在启示录里面 讲到所谓的大淫妇 就是这个大淫妇 那这个大淫妇呢 指的就是巴比伦大成 巴比伦大成所代表的 就是一个世俗主义 或者是世俗主义里面 包含的物质主义啦 享乐主义啦 众欲啦 人本主义等等 这些呢 不是以神为中心 是以人为中心的 这其实呢 就是一个世俗主义啊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第十七节 他离弃幼年的配偶 忘了神的盟约 他的家陷入死地 他的路偏向阴间 凡到他那里去的 不得转回 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所以呢 断奸淫的话 其实呢 连命都可能没了 二十节 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义人的路 政治人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所以智慧呢 还会使你行善人的路 就是行善道 而不是恶道 第二十二节 唯有恶人必然见除 奸诈的必然拔出 所以相对于恶人的这个结局 那智慧的义人呢 就会被神所保守 就能够得到永恒 今天我们看到 对智慧应当有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要搜求它 如同隐藏的珍宝 当时我们看到 智慧对我们的益处太多了 它实在是保护我们 离开恶道恶人 还有淫妇 也让我们能够行正确的道路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何等需要智慧 主啊 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 也在你的话语当中 来搜求那隐藏的珍宝 就是智慧 就是真理 就是你的法则 主啊 让我们不要随从自己的肉体学器 不要随从这个世俗主义 或者是周围人的声音 乃是单单要追寻你纯正的道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